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您收看今晚的节目 我是东妹 各位好 我是朱进 节目的最开始 首先来说一说天气 这两天咱们吉林省内多地出现了降雪 不少网友也都形容说一夜之间白头了也冷嗖嗖的 瞬间进入到了速冻模式 是啊 在今天上午很多长春市民都看到了长春市的第一场雪 没错 虽然可能时间很短暂 但是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冬天脚步是慢慢临近了 那么本周咱们省内天气到底该如何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天长春的气温急转直下 可以说没给大家喘息的机会 那记者现在来到的位置是吉林省气象台 上午10点钟左右大片的雪花从天而落 路上不少的行人也是冻得瑟瑟发抖 那么本周天气将如何变化呢 我们来到吉林省气象台具体的了解一下 本周的天气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呢 从降水的量来看 本周降水啊 比较少 主要是周一这一天 我们省的中北部和东部 像长春 吉林 东华 白山 长白山 以及渐变 这一带呀 会有雨加雪和震雪 我们预计周二到周日都是清好天气 降雪加寒潮天气速冻模式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缓解 看这趋势光靠秋天攒的那点脂肪 恐怕不够用了 大伙的棉衣棉裤羽绒服都安排上吧 本周啊 从降温的态势啊 还将持续 我们预计18号到21号 那么也就是周一到周五 这一天呢 气温应远持续偏低 那么最低气温呢 永远在零下三到零下八度之间 各别地方啊 会突破这个零下十度 22号 气温开始就要前期缓慢回省 本次这个寒冷降温呢 基本结束 也就是说 那么周六周日 大家会度过一个晴朗 气温回暖的一个小周末 刚才那片子当中也提到了啊 省内气温在本周末是有所回升的 但是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及时 关注天气变化 注意防寒保暖 没错 您打电话我们马上就办 今日长春市民王女士 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 就在前几天 自己家小区楼体 外墙壁突然掉落 甚至导致砸中了一辆轿车 非常的危险 上午九点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 经开五区三十九栋楼 家住一单元五楼的王女士 告诉记者 前几天下午五点多 他正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很大的声响 马上就往楼下瞅 然后就说六楼 六楼阳台掉了 挺大一块阳台 那个水泥之类的东西 正好楼下有一个灰色的车 给砸了 边人的车已经崩坏了 现在保管公司来了 已经去维修了现在 就是如果那是过人 就是瞬间那事 特别特别的危险 小区居民表示 在39栋一单元六楼 和七楼的阳台附近 都出现了严重的 墙皮脱落的情况 这栋楼的前面就是一个早市 平时人流量非常大 事情发生后 小区居民都很担心 自尔大的老头楼他还特别多 你说万一真正有事呢 你说这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大栋楼的事先解决掉 只要是把这块安全 解决了就可以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分公司反映情况 物业经理表示 虽然墙皮脱落的原因 还不清楚 但是事情发生后 他们立即上报社区 并且排工作人员 前往现场进行了处理 人员到现场做了警戒线 贴了微信提示 上去进行了处理 但是后来发现 上面就已经没有什么 太大的隐患了 至于下一步说 业主这块如果有什么需求 假如说想要把这个房屋 进行维修维修 那就下一步呢 有两个维修途径 就是资金来源 一呢就是说有产权人积资 再一个呢就是动用 那个本楼的大修维修基金 看看业主是什么意见 我们在今天往下看 昨天呢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 拍摄者称 在长春寨有一名旅客 躺在了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于是赶忙喊来警察帮忙 视频一经发布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那么当时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上午 记者在长春站后车大厅里 找到了当时的民警汪苗 汪苗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正在后车大厅里执勤 一名旅客告诉他 有人倒在了地上 他立即跑了过去 当时老人就躺在这里 然后这名老人呢 看见我过去 他还要坐起来 也就是由此 我判断他精神状态还不错 我当时主要就询问一下 他详细情况 问他是心脏难受啊 还是哪里不舒服 他说他只是有点累了 想躺一会儿 然后我就从他的包里 拿了一件衣服 垫到了他的头下边 为了安全起见 民警汪苗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陪伴着老人 我们从后车大厅的 监控视频当中了解到 10月14号的14点03分 旅客王先生拎着一个包裹 晃晃当当的走向了A3检票口 没走多远 身体突然剧烈晃了一下 随即 他将包裹放在了地上 并坐在了上面 坐了一会儿之后 又躺在了地上 种种迹象表明 旅客王先生 绝不只是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通过那有10分钟左右的观察 这名老人又跟我们说 他这个还是不舒服 然后也通过我们的观察吧 就是他确实状态有所下降 我们就立即拨打了120急救 然后将他送往了医院 目前旅客王先生 已经恢复了健康 现在大家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并不像网上说的 老人只是累了 想休息一下 但是老人能够顺利的脱险 还真就多亏了 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的民警了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交通安全 近日长春市 弃开交警大队的民警 抓获了一名最佳的驾驶员 而这名驾驶员被抓的地点 就在自己家门口 既然违法了 那抓你肯定没商量啊 但是这名驾驶员 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被抓了 当天晚上九点半左右 画面中的男子 驾驶一辆白色小型车辆 在家宝路通过时 遇到了交警 正在例行检查 这个时候啊 这个驾驶员看见交警 他就会突然加速 说明他内心肯定是有鬼的 那我们呢 其实是在这个路口 设置了两道关卡 那这个驾驶员呢 他到前面关卡的时候 就被这个交警再次拦下 交警将驾驶员刘某 带回交警队 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经过酒精呼吸值监测 刘某的呼吸值为 每百毫升血液 含酒精98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经过进一步询问 刘某和交警 说出了喝酒的原因 据了解刘某本身就是一名 运送零件的司机 这酒喝的可是把饭碗都弄丢了 那由于啊 这个刘某的驾驶证是B2 那目前呢 刘某面临着吊销驾驶证 一次性计满12分 并且啊罚款2000元 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交通违法 无小事 任何一个疏忽大意 都有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所以呢 交通安全要时刻牢记信奸 是啊 话是没错 可是有些人总是图侥幸铤而走险 这部近日 长春市九台区交警大队民警 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内 人都攒动 人数不对 上前拦下 仔细一数 共有22个人 近日 长春市九台区交警大队民警 在机场高速执勤时 发现一辆白色金杯面包车 有超载的嫌疑 都下来都下来 车多别乱走 别乱走 靠边靠边 别让车碰着 来一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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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位 这个司机当时发现 路面有交易指寻 马上减慢速度 我们发现他这个异常之后吧 就对他进行来一些检查 他一拉开车门之后 给我们吓了一跳 面包车里面 空间虽然很狭小 但是挤了满满灯都是人 合载六人的面包车 实载了22人 严重超载发生危险 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他拉这些人去 他自称是去核酸检测 说家里面没有车了 就是一台车 完了后来咱们也联系了 其他的车辆 对同事人员进行了转运 根据中华人民共同 道路交通案法 对面包车下车员 出于200元罚款 几六分的出发 小区三年不通天然气 如何烹饪一手好饭 仇坏居民 我们搬了三年了都没有 这二十一只都没给 57只绵羊离奇死亡 原是邻居户地投毒 加了下药 怕羊吃破地 长春士气开区 开展双打行动 收缴侵权 假冒商品 近万件 抓捕犯罪嫌疑人 39人 收缴伐木款 共计110.5万元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家住 长春市天赋育苑小区的 居民向我们栏目足反应 小区入住三年 没有开通燃气 年年都说 马上就开通 可年年的期望都破灭了 眼看已经入冬了 居民期盼 开通燃气 还是遥遥无期 10月14号 记者来到天赋育苑小区二期 居民介绍 自打搬入小区之后 就没有开过大火做饭 家家只能用电磁炉 一位老大爷戏称 厨艺当中的蒸煮烹炸 还可以用电磁炉来实现 可是要用大火爆锅 呛锅的记忆 好几年都没有发挥了 在天赋育苑小区内 有几排门市房 可空置的门市房 却成为了一道风景线 据一家炒赛馆的厨师介绍 由于饭店厨房 无法使用电磁炉 所以他们只能购买煤气罐 不但价格高昂 一道饭口 煤气火苗热度 远远达不到天然气的火苗 炒一道菜的时间 都比正常的饭店多了不少 导致许多来小区开饭店的商家 利润率一直不高 那么天赋育苑小区二期 为何迟迟没有供应天然气呢 据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介绍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 疑似拖欠燃气公司的资金 才导致小区迟迟没有安装燃气管道 经过开发商不断的努力 在近期补交了燃气公司的款项 物业经理承诺 在年底之前将燃气管道安装完毕 尽快让居民使上天然气 我们都知道汽油属于危险化学品 有毅燃一爆性质 因此国家对于加油站的建设 有严格要求 但茫茫就是有这样的人 为了利益 他们私自在车辆上焊个储油罐 配个加油枪 就做起了汽油生意 而这样的加油黑窝点 不仅不具备安全设施 还在城市中流窜 给城市也埋下了安全隐患 就在前段时间 我们栏目就曾经报道过 多个长春市内的加油黑窝点 而最近又有长春市民 向我们栏目反映了 类似的几处黑窝点 我们继续看一看 被举报的加油黑窝点 都是由车辆改装而成 车上的防火 防雷 防静电 等安全设施 基本等于没有 这里的油价也非常的便宜 每升才6.4元 那么这些汽油的质量 到底怎么样呢 每当问题时 加油人员都会信誓旦旦地 对记者进行保证 加油黑窝点所销售的汽油 由于不是正规途径而来 大家都称其为私油 那么这些黑窝点里 私油的销量如何呢 当然啦这个私油声音幕后是否有人操控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加油黑窝点的安全隐患 确实有目共睹的 而经过多方的调查之后 警方对于加油黑窝点进行了打击 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人员奔赴现场 对加油黑窝点进行控制 然后我们今天呢 会对这个进行严肃处理 首先我们把这个加油车依法扣押 然后把油品我们联系石油公司 把这油品处理掉 下一步联系这个咱们这个实际上 它的加油员或者车主 对它进行下一步处罚 移住窝点背端之后 其他窝点有所惊动 连车带人都不见了踪影 这正是此类加油窝点的难缠之处 流动性特别特别大 然后隐蔽性特别强 这个给我们公安机关打击 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在我们管内 我们会进一步对这类加油车 非法加油车进行监管 然后一旦发现 对它进行严肃处理 安全无小事 加油黑窝点 不仅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目标 也应该是驾驶员 自觉杜绝买单的对象 咱们这类流动性的 这种私自加油的加油车 首先油品来源 它肯定是没有正规渠道 第二个呢 如果咱们正常 咱车友加完这种车 加完它这个油之后 肯定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而且在加油过程中 你看它这个 随便摆放了两个灭火器 但实际上呢 它在一旦有安全隐患 或意外发生火灾的时候 这个东西不起到任何作用 然后所以也是让咱们 咱们大家车友 一定不要在这种加油点 加油 发现这类加油点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 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加油黑窝点 它还能在城市中随意流窜 其中隐患不言而喻了 所以我们来们也提醒 有关部门以及驾驶员朋友 解决城市中的顽疾 不仅要严厉打击 深麻木厚 还要大家自觉共同去抵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件事情 说今年9月份 白城市桃南县某村 陆续有村民家中 牲畜出现死亡的情况 让人很感觉到奇怪的是 这些牲畜死亡地点 都是在村口的北山 死亡方式也多是 口吐白沫浑身抽搐 而这一系列离奇的事 引起了桃南警方的注意 今年9月上旬 桃南市某村村民 于先生报警求助称 当天放羊时 自家的绵羊出现了 莫名其妙的死亡情况 当地派出所在接到报警之后 也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勘查 到达现场 发现地上躺着七八只羊 然后那些羊的症状 都是口吐白沫 然后浑身打颤 大家走的时候 就发现地上撒了许多玉米 然后捡起来一文 有经案的村民就说 这是一种叫3911的农药的味道 民警在调查中 通过解剖中毒绵羊 在羊胃内容物中 提取出了还未消化的玉米粒 通过初步检验 确定绵羊的死因 细吃了伴有农药的玉米致死 由于案发地是农村 案发现场的玉米和农药 几乎家家都有 经过分析研判 办案的民警决定 对案发现场进行第二次勘查 这一次勘查 民警发现了新的线索 就在民警的调查取得进展时 受害人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地居民王某 曾在全村的微信群内 提及过自家庄稼 被杨啃食的事情 巧合的是 王某家的绿豆地 恰巧就在案发现场熄灭 办案的民警 通过调取村口监控摄像头发现 案发前一天傍晚 一辆白色轿车 从北山返回村中 而驾车之人正是王某 民警决定对王某实施抓捕 通过突审 王某坚称他并没有实施投毒作案 但王某车上的一粒玉米种子 却暴露了他违法犯罪的事实 经过检验 这粒玉米种子上面的农药残留 与案发现场玉米种子上的农药 为同一种类 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 王某再也没有了抵赖的理由 这些食材都是帮我吗 都是帮你 哦 药在哪儿了 都已经没有了 下点药 怕羊吃破地 下哪儿了 目前 王某所投放的毒玉米 已导致村民俞某 杨某 韩某等多个农户家里的 57只绵羊死亡 死亡绵羊 已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之下 做了无害化处理 王某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 致他人重大财产损失 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下面是我们第一报道 联合今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最近在辽宁大连 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女子举着手机 在前面跑 民警在后面是猛追 而且一边追 还一边喊着 我是真警察丫头 这是啥情况 别跑 警察要合你身份 这边有警察在合 你看我 我是真的 这个不一定是真的 你放心 你把电话给我 我跟他讲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是真警察丫头 电话给我 我跟他讲 我合这大身份 如果是真的 我给你陪着造型 你高我都可以 他是真的 他是哪来的 来来都是为了你负责 处刺我负责证 电话给我 你是哪里 我是大连开发区公安局的 你是哪里 你警号是多少了 我现在 我就上网查一下 你警员编号多少 看一下 我要核实你身份 你还核实我身份 下你的警员 你谁都骗吗 他说 我名下有一个号码 进行违法操作 让11个人上当受骗 已经被举报了 被举报了 然后他肯定就在过往核实 你看你最后一次 和他通话 47 我给你电话 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好了 你现在你告诉叔叔 能不能让叔叔放心的 再继续去工作去 能 记住了 一定记住了 好了 好了 拜拜 先来看看评论 说接到陌生电话 一定要提高警惕 确实给我们多提了一个醒 不过更多人是表扬他们的行为 说警察叔叔为了防止大家被骗真是操碎了心啊 还有尽职的酒店员工以及号民警 确实 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了 骗子套路身 啥话都当真 掉入诈骗坑 警察验真身 说在台州路桥也发生了已经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对男女在开车途中决定换座位 两人下车是绕行开车门 是一起呵成 结果车门打不开了 要是在车里 无奈两个人想了一个办法 女子给男子递过去了一块石头 对男子递过去了 钥匙锁在里面了 这也是人下车了之后 他自动锁了 你能打开是吧 确定 两个注意 不要再发生这样情况了 发生这样的情况 很多网友也替着惋惜 说下车的时候很潇洒 后来就很懵圈了 还有人指出了 说这个设计有点坑人 还有说了 快点换回来是一事 事实证明 有事找警察 比自己忙干 来得更靠谱一些 都说啥事不能忙干 掌握了正确的处理办法 才能够有效解决 你看人山东围风的一位爸爸 就是事有先准备 遇事很冷静的一个人 一岁半小女孩吃糖的时候 不慎被噎住 讲不住话了 正打电话的父亲发现之后 迅速用海姆利克法失救了 在玩的时候啊 他那嘴里含着一块糖啊 他不小心可能噎着了 然后呢 我回头时候看着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 我一看不好 肯定这东西噎着了 我就快速的就把它抱起来了 要是看到人 他们有这个事有的方法 然后呢 我就用的方法试了一下 如果呢就这么一试吧 他那么逃吧 从嘴里一下子就出来了 就一个几秒的时间 这样的腹外感动了很多人 说了这速度就是爱的速度 说家长反应真快 救了孩子一命 当然这样的方法 引起所有人重视了说 救命的方法 真应该都好好去学一学 确实啊 平时咱们刷手机的时候 如果能够多学一点 这样的知识 关键时候真能救人一命 前面说孩子吃东西得当心 大人也一样 但似乎啊 厦门这些大人比较随性了 人瞅着海浪都涌进来了 也不担心 反而是放心的吃和聊天 昨天的浪特别 最近呢有两米多高 可能吃得很欢啊 头一次来见到这种场景 就看这种场景嘛 气氛嘛 还有两个小青年 直接坐在桌子上吃饭 吃了两个小时 还挺嗨的 不过啊 这样的场面 还是令很多网友表示惊讶啊 说啊 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老板这胆啊 可真大了 不过也有网友 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说了 难道这么吃饭 别有一番风味啊 确实 这海浪无情 人有情 任他雨打风吹 也不能破坏聚会的气氛呢 说时刻任性 老板宽容 但是下面这家店里的老板 可就不是这样了 看见未成年的孩子进店去买烟 他可绝不鼓喜 给谁买烟 多年了吗 给我叔叔没了 叔叔 你给他打电话 我没拿电话 那你是让叔叔没了 要刚要拿嘛 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小孩 染着一个蓝色的头发 看着年龄又不大 我说你那个 给谁买皮箱啊 少没成年啊 他说给他叔叔买 我说你给他打电话 他也说说也没有他电话 那你就别买了 那就让他走了 之前也遇到过 就是出去之后啊 到别的超市 他就卖给他了 还是让大家看看 卖给未成年这些事 大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 假如说我儿子 我儿子马上要大了 你到来之后 你连分都不问 他接触这种 不然那个风气 你卖给他 他不一定害我自己的孩子吗 道德约束啊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为了着力维护环境的安全 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吉林省危险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正式公布实施 那么这份条例具体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到发布会现场去看一下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吉林省危险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 防治条例将源头严控 过程严管 后果严惩 贯穿至始终 通过实施危险废弃物减量化 环境影响评价 排污许可等制度 源头严控危险废弃物产生 通过规范规范物的收集 包装 注存 转移 运输 利用处置 场所退役 及转座他用等各个环节 严格危险废弃物全过程管理 通过加大危险废弃物 非法转移 注存 利用处置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严惩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违规行为 危险废弃物在所有固体废弃物当中 是需要特殊关注的类别 具有有毒性 易燃性 腐蚀性 反应性和感染性等多种危害 条例出台后 公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各类危险废弃物环境违法犯罪活动 严惩了一批 涉危险废弃物犯罪分子 2019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 共破获涉废弃物 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私物起 抓获违法犯罪权人39人 另外 条例还深入吸取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 进一步明确 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 协同应急处置机制 细化了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单位 医疗废弃物收集 运输和处置的具体措施 我们的工作目标是 到2022年底 危险废弃物监管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 建立安全监管 与环境监管的联动机制 危险废弃物 非法转移轻到案件的高发态势 要得到有效的遏制 县级以上的建成区 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 要达到99% 2018年8月 国家开展放管服工作 取消了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将许可审批调整为备案管理 但是目前长春市机动车维修企业 备案率还很低 为此长春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联合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开展了大量工作 10月15号 长春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联合金陵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举办首次维修企业 备案工作推进会 希望通过维修企业 备案工作推进会 帮助维修企业了解备案知识 明确备案流程 尽快完成备案工作 许多企业认为 这回改为备案了 就是到备案的部门通知医生 或者是干脆就不通知 自己就开始干活了 这是不对的 不备案就属于一种不合法的经营 第一次是进行整改 如果拒不整改 出于5000元至2万元的法管 工作人员表示 维修企业备案后 他们会对企业的技术设备 厂房等依据国家规定 进行检查和督导 确保用户的合法权益 得到保障 下一步 吉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将配合执法部门 推进企业备案工作 我们是举协会的致力 然后凑齐了大量的人员 专门针对长春市6000家 维修企业进行资质备案工作 我们全程免费指导 包括进行备案资质的 纸质材料 包括设施设备 这些指导 把这个推进 机动车经营资质备案的 一个工作 作为我们今年协会的重重之重 把这些项工作落实好 近日由长春市七开区市场监管 公安 检察院 法院等 20多家单位成立的 打击侵权假冒双打工作小组 对近年来 所打击的侵权商品 假冒伪劣商品 进行了公开展示 那么究竟哪些商品 容易被不法经营者钻控制呢 我们一起来边看边学习 打击侵权 打击假冒双打活动现场中 展示了近年来 关于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 汽车配件等民生领域的 部分典型的侵权 及假冒伪劣商品 由于长春市汽开区 是汽车零配件的集散地 此类侵权或假冒伪劣商品 成为展区的重头戏 记者了解到 对于汽车零配件侵权乱象 双打工作组成立专项抽查小组 会同一汽集团 及现代 奔驰 三 矮木等商标持有人 开展打击侵权商品 直发检查 着重查处侵犯他人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 自2020年以来 双打工作组打掉犯罪团伙四个 端掉制奖窝点一个 受奖窝点一个 两年来全区共收缴 侵权商品近万件 查办查处 双打雷 案件52件 抓捕犯罪嫌疑人39人 收缴罚莫款 共计110.5万元 9月30号 省政府正式印发了 吉林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提出了十四五期间 以及2035年 全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主要目标 明确落实规划的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 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吉林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主要突出了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保障 一个是发展 保障就是从康复 教育 就业 无障碍环境等方面制定政策 发展就是在保障的基础上 为残疾人群体赋能 充分发挥他们的内在创造性 规划明确了社会保障 就业创业 公共服务 权益保障等四个方面的发展重点 明确了领导体制 发展合力 细细化建设 人才培养 基层赋能 交流合作等六个方面的知识保障条件 夯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规划里提出了残连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万村残疾人行动 各级残连共同努力 为全省近八万个村的残疾人服务设施 实施改造 今年已经为两千个村部修建了坡道 安装了扶手 大大方便残疾人和老民人进出村部 受到广大好评 近期还将为两千个村残疾人协会 发放残疾人文体活动器材 对希腊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 按照规定 仅于岗位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 和职业培训补贴等支持 同时大力扶植残疾人 自主创业 灵活就业 开展残疾人网络创业专项行动 打造基新 残疾人网络创业品牌 同时对那些通过市场提到 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残疾人 我们通过开发公益岗位 寓意了脱体安置 万龙北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大赛 战幕拉开 我的曾经就是你的未来 上万场新闻直播 无数观众的期盼 成就了我炽热而滚烫的梦想 专业单纲并非技术 而是态度 是不停歇 不止步 不断向前 9月巨推 期待花生 未来有你 生生不息 欢迎回来 万龙北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先秋10月即将迎来复赛 复赛拟定于10月28号 29号 30号三天 在吉林广电800演播厅内举行 届时会有150名出赛 晋级选手将从全国汇聚来到长春比拼 最终拼选出66名选手进入半决赛 而作为我省规模最高 权威性最强的主持届赛事 副赛也为选手们创造了更大的发布空间 届时可以通过吉士通 莫尔FM将推出荣媒报道 赛程也是直播全程发布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再来预告一下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热播的年代抗战大戏 我的抗战之猎爆突击 今晚将播出第5至7集 在今晚追情中 吴颖和蔡彪去朝阳城买粮食 我与日薰调剂女子 两人出手相助 救下来这名叫做江小雨的女孩 江小雨后来表示 说无家可归 希望加入新闻剧 更多精彩剧情 让我们共同关注今晚的经典战放剧场 我的抗战之猎爆突击